5月新能源车的交付数据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我就点评三点 第一 造车的老势力还是比亚迪举手 一个月交付了24万辆 非常的牛 纯电和油电混合过占一半 特斯拉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 而且这个数据也只是中国的销量数据 目前看全球的竞争格局 看就是纯电车 特斯拉还是超过比亚迪的 但是甩上混动这一块 总体的新能源车 比亚迪就是已经远远超过了特斯拉了 特斯拉目前的运营效率 利润率这些也远远高于比亚迪 不过比亚迪现在也在逐渐的往高端走 所以说这两个公司 未来看起来都还不错 各有千秋 长期的股票我都看好 第二 剩下的就是造车的新势力了 一片内卷 但是现在基本能确定 跑出来的就是理想了 理想现在卖的车是非常的稳 这个趋势这个月是卖了28277辆 大家看他这几个月的卖车的趋势 是不是都在逐渐的走高 很稳对吧 他不光是他车卖的好 他的这些财务数据看着也非常的不错 他的一季度的收入增长有97% 他的现金流 包括运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非常的不错 能干部还盈利了 尤其大家看他22.6%的毛利 基本上都要和特斯拉差不多了 也秒杀其他的造车的势力 说明理想不管是车辆的定位 还是运营的效率都做对了 这个票非常值得关注 还有造车新势力里面有可能能跑出来 就是哪吒 现在势头也还可以 这个月总共交付了13000多两 而且他海外还交付了2000多两 说明他出海做的也还可以 哪吒很快也会上市了 到时候我看到照顾书的时候再给大家解读一下 最后剩下的这些造车的新势力都在内卷 就不知道谁能最后跑出来了 烧钱不盈利肯定是了 不过这些公司的股票该跌也跌的很多了 有些可以重点观察一下 市场对他们马上要出的这些新车型的反应 比方说小鹏肯定现在还是在低谷中 不过他的这个月的PTI的销售是明显上涨了 他的G6这几天又要上市了 估计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未来现在的明显是在一个断档期 接着就要看他的这个ES6的交付行不行 估计要到8月左右才能看得出来数据 不过未来的车型还不少 还在搞得来 大家看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这种断档期 而且现在最新的新闻又说 他要投资搞核聚变了 感觉他们管理层的管理能力还是有点问题的 大家觉得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